大家好,我是MIRROR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收拾我这个去欧洲的旅行行 我就过几天去欧洲了 这次去的地方就是英国和法国 其实这条片是有一件很特别的东西想介绍给大家的 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超级实用的东西 等一下就会和大家说的 大家记得看下去了 其实说真的,平时我去旅行 我收拾行李箱都是比较随便的 因为反正我去的地方通常都是台湾或者日本 买东西都非常方便的 但是如果去欧洲的话 我就会很谨慎的 所以这条片就会比较集中说 我一定会带些什么去欧洲 但是如果想看平时我的行李箱有什么的话 去回这条片看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样就是这个 贴身隐形腰包 非常之好用 之前那两次欧洲旅行 我都是每天这样把它背在身上 因为它非常扁 而且它是这些 这样的浅黄 浅啡的颜色 所以就算你穿浅色衣服 就这样塞在里面 其实也不会觉得你用了 这个透明腰包 其实说真的,你去哪里旅行都好 其实你都不应该把所有的现金放在同一个袋里 我就会把大部分的现金放在腰包里 然后我就好好收藏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然后我就会再用一个散纸包 放每天会用到的钱 或者是可能放一张credit card 这个散纸包就是放每天都方便给钱拿出来 而我身上这个基本上我就不太动它了 尤其是因为我之前在意大利的时候 被人开过我的背包 虽然开了我的背包 但因为我立即发现到有人开了背包 所以就完全没有任何不见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如果就这样把财物放在我的袋里 其实都不是那么安全 我去欧仔旅行一定一定一定会准备至少一个 其实我现在是有三个在身的 不同颜色 好了,然后就是衣服的部分 今次英国和法国加盟我就去14日 你无可能带了14套衣服 所以我就会尽量带一些 配搭性比较高的一些衣服 幸好我今次去的夏天 那我的衣服可以再轻便一点 其实今次去的天气应该是20多度左右 听说是温差大的 英国和法国都没去过 所以其实我也有点紧张 所以首先我就会戴一堆T恤 白色白色白色黄色 就算重复穿了两三次都其实不会 都是那套衣服 我怕早晚都会冰 不同厚度的外套 这个是西装外套 薄的 厚一点的西装外套 因为现在韩国呢 都是大概 都是19度、20度、21度左右的 就是穿这只厚一点的西装外套 所以我猜应该 这一件都可以到时穿到的 都是不肯定的 因为我上次去意大利的时候 我是热到死了的 是35度、36度 如果冷陈就不好 所以外套我也是会戴多几件的 其实我觉得有时外套戴得多些 反而更好 因为很多时候拍照的时候 其实你穿了一件外套 和脱了一件外套 就已经是两个感觉了 所以多些利用这些配件去搭配 更加好 你还可以戴少几件里面的衣服 长袖的话 我都会戴一、两件 都是以防万一 我可能会戴四、五件下身 长裙 长裙 短裙 不同颜色的牛仔裙 尽量是不同颜色 跟着不同款 所以我戴的衣服 大致上这些 你把这些衣服摺得好些 再放到这些压缩袋里 最后出来就是这个压扁的三文字 超级限位 所以密实袋 这些压缩袋也是超级重要 超级容易找 但是会常常被人忽怒 可能会住酒店 或者是gas house 或者是B&B 那我自己通常就是住B&B 但是有时有些B&B 都会没有提供洗衣机 这件事 那没得洗衣怎么办呢 接着我就发现 有一件事是超级好用 就算你没有洗衣 你都不觉得自己是没有洗衣 那刚才我不是说有件事 想介绍给大家的 就是这个铃娜衣物青香珠 这个铃娜衣物青香珠 是日本销售第一的品牌 那闻外真的 超级香 那因为其实我很喜欢用香水 因为我喜欢我的身体 随时随地都散了一些很香的香味 那但是呢 认真 我自从用了这个铃娜衣物青香珠 之后呢 我整天都会不记得噴 因为它的香味呢 就已经充满了整件衣服 我都不记得自己 原来我是没有噴香水 所以我很多时候 我都是这样就出了门 他们说这个是清香池达12个礼拜 话说呢 3月份在欧洲的时候 其实有些衣服 我就是 出发前已经用了它洗 但是我没有穿过 然后我就放回衣柜 但是呢 我到早几天 我还是闻到它的味 所以我觉得是超级夸张 因为你出去的时候 一定会常常在室外 周围走 一日到晚可能10个小时 12个小时你都在外面 你可能去餐厅 它的食味比较浓 或者你夏天可能会出汗 那出发之前呢 用这个铃娜衣物青香珠去洗衣服的话 就是一整天 让你的衣服保持着散发清香 就是不会有尴尬的味道出现 那这个呢 就是我自己用得最多的玫瑰味 清甜的花香 另外呢 它还有紫色 这个呢 野莓 果香 果甜会比较重 第三款呢 就是绿色的 它这个呢 其实就是清神草木的香味 这个味道我觉得好像呢 你上一张白色的床单 然后在天台那样仰仰它 将它放在那个浪衫那些绳上 然后床单随风飘扬 飘过来的那种香味 就是这种味道 三个味道都很香 很舒服 而且它们是没有添加油圆精和漂滑劑 而且它们说是有什么独特的傻香技术 所以可以 令它们磨擦 然后就可以产生香气 所以呢 在旅行出发前 在准备衣服的时候呢 我就会 用灵脑的衣蜜青香珠去洗一洗衣服 首先就放了洗衣液 或者洗衣粉 接着就将你的髒衣 放在洗衣机里 然后呢 就将这个灵脑的衣蜜青香珠 倒入瓶子之后 再灑入这个洗衣机里面 接着洗乾淨的衣服之后呢 这个香味就可以清香长达12个位拜了 而且我会带小梁出去 因为其实呢 它是这样 珠珠的设计 所以是很方便 那我会带小梁去做 spare 如果是有洗衣机的话 我都会再用它洗一洗 所以美的衣蜜青香珠 我一定会用 而且会带出去 接着就是 就是防晒用品 话说我去年 不知道欧洲的太阳原料 是这么猛烈的 其实我当时 只是在罗马晒了一天 应该防晒做不太足 所以呢 我就 曬到焦了 我今次 刚好没有去夏天去 那我 真的为了防止 再有这些被烧焦的情况出现 防晒产品一定要戴 太阳眼镜又是非常之重要 我们的灵魂之窗 一定要好好保护它 因为有时太阳是猛到 你不戴太阳眼镜 你是看不到路的 然后呢 我觉得呢 去旅行 其实这个东西 都是必定要戴的 无论去什么地方都好 就是药品 但欧洲地方 第一 是没有什么便利店 第二 是很早关门 相风感冒 这些东西 其实我是可以忍 但如果我腸胃不息的话 我会整个旅程都吃不到好东西 所以呢 我一定会戴消化药 我会戴喇叭牌 膠布 其实以前都有戴开的 欧洲地方 实在太多石路 有时比想像中 要走更多的路 我是觉得比较容易受伤的 所以呢 戴定膠布 如果你有什么损伤呢 就可以立刻用了 然后还有一个 其实也是上次在欧洲回来 才发现 其实自己这个东西 是一定要戴的 就是这个西瓜霜 它是塗菲脂的 我上次去十几天欧洲 然后我在第一天 还是第二天 非常不幸的 我吃面包的时候弄到嘴巴 因为欧洲的面包 真的好像石头那么硬 所以呢 我被它戒损了后腔 而后腔受伤的 就会变成菲脂 这个菲脂就全程陪着我十几天 变成吃什么 我都会觉得嘴巴痛 但是因为欧洲 我又找不到 类似西瓜霜的物体 所以我觉得 这东西对我来说 也是必备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 旅行袋 首先可能就是 你会在商店里瘋了 然后你不小心 买多了很多东西 第二个原因 我就觉得 因为你可能会去买名牌 听说法国是 特别危险 最危险 可能会发生很多 抢饭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真的 买完名牌的话 通常 纸袋都是漂亮的 不知他们 会不会提供一些 没有logo的纸袋 给你 如果没有的时候 自己都可以 准备一些 大小小的袋 就可以把你的 战利品放进去 就没人知道 你里面是买了什么 还有我的朋友提醒我 就是说 最好如果你真的 买完名牌的话 一定一定 不要买地铁 直接买Uber 或者的士 回来的地方 就减少这个 在地铁被抢饭的机会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 不知道买 他们非常之 不幸 他们都有经历过 所以他们就 極力提醒我 所以我在这里 都这样 提醒大家 以上这些 就是我觉得 去欧洲的时候 必定要准备的 其实都是根据我自己 个人的经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其他的分享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不过出发之前 大家真的可以用 这个Lenor的烟墨清香珠 而且它挺耐用的 因为香味太持久 我现在也是 我这个用得最多 我只用了三分之一 它真的极度耐用 这三支 我不知道用了什么时候 真的很棒 所以大家 不凡可以试一下 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帮大家订阅我 记得followIg 或者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最新动向 记得按订阅和旁边的钟掣 就不拍了最新影片 我今次这个英法旅程 我希望可以拍多些影片 给大家看 留意之后 我的旅行vlog 谢谢大家收看 Bye